他总是模糊地,来在这个语言文字当中,赚取他的立场。 结果是人民输了,人民都输了,但是才永赚的。 各位主持人也这样觉得。 接下来,我会请乐视报委员跟文学委员, 有方便表达他们个人的一些看法。 好,谢谢总好。 我个人是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视线,七十八号的视线案。 可是我也知道,而且我预知会有这样的结果。 因为这次的视线,是道道地地独家夸焕,政治性的视线。 他已经被政治困难。 当蔡英文主席,蔡英文总统,第一名新的大法官那几位, 几乎绝大多数在这个议题都表达非常清楚。 他们就是主帮兄弟们。 所以当大法官这些,我们也不投票,我们不认输。 他们通过的时候,这个结果是可因此。